侯昌明和曾亚兰结婚多年 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家庭日常 但没想到曾亚兰 却在去年金船健康亮红灯 因为照顾失智的公公 她得了忧郁症 又因为她体质容易长流 又陆续续被医生检查出 身上有很多磕瘤 去年还被诊断出自律神经失调 侯昌明也在近日受访时透露 之前夫妻俩一起经营副业 年营业额直接破千万 也让曾亚兰累出病来 原本已经有肾结石 胛壮腺结结 子宫肌瘤 恐慌症 又常常胀气 严重时就会像怀孕一样 整个身体好不舒服 后来找了好几个名医 都查不出来原因 事到最后才检查出 她有自律神经失调 不过她也坦言 会一直陪在老婆身边 骗她找回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